小朋友們奮力的踩著腳踏車 衝向終點站 臉上充滿喜悅的笑容 完成這趟屬於他們的特別旅程 第一天就摔了 摔傷 摔傷了 摔在哪裡 這裡 歐阿姨看一下 小朋友們同言同語 拉起褲管 頻頻展示腳上的傷口 因為沿途的路途坎坷 跌倒 摔傷不斷 但他們沒有放棄 反而透過傷口來證明 這趟旅途的足跡 其實心情很開心也很複雜 因為這件事情 很多人可能已經都做過 環島的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的年紀算比較小 說起整趟環島的過程 看著勇敢的孩子們 老師眼中泛著淚 強調這是一段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這群小朋友們年齡 都不到16歲 最小也只有6歲 加上近日天空不作美 好語不斷 造成山區土石崩脫平凡 強大的洛杉瘋 讓他們一度連騎腳踏車的力氣 都沒有 讓震撼環島的任務 困難重重 從蘇花公路上俯衝而下 經過蜿蜒的道路 沿途美景 讓他們暫時忘卻都市的煩憂 親身體驗不一樣的台灣風情 總共1266公里的路程 花了兩年的時間利用假日 分成八次進行單車環島 雖然一路艱辛 但也讓這群小朋友們 在人生的道路上寫下 最不一樣的一頁 記者林英神宋香玲 一蘭報導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